各位兄弟大家好 我们继续学习2022年著作会计师会计基础班的内容 那下本我们看扩二 母公司因处置对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而丧失控制权 停 只要丧失控制权一定是两件事 缺一不可 是指什么层面 合并报表层面 第一 你要保证你的剩余股权是公允价值计量的 那又不是的 重新计量 第二 你要计算合并报表层面的什么 投资收益 我们先看第一个标题 一次交易处置子公司 那么这个处置如果我60%全卖了 那也就是一聊百聊无所谓了 但是我们想讲两种特殊情况 没全卖剩一点 比如说我60%卖了40%还剩20% 我成本法转为权益法 或者60%卖了55%只剩5%了 成本法转金融资产 随便转 合并报表的这两件事您牢牢的记在您心中 剩余股权 我保证要符合丧失控制权势的供允价值 不是重新计量 我保证要算合并财务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那我们先看第一部分 主动处置导致的转换 那主动处置导致中央 不有两种 一个是成本法转权益法 一个是成本法转为金融资产吗 我们先看成本法转合为权益法 比如说因为处置投资导致我对被投资代位的影响能力下降 由控制转为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由控制转为与其他投资方一起实施共同控制的情况下 那不就从成本法转合为权益法吗 对 那么为了大家好理解 我在这儿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2021年1月1日 我是假公司 假如说我买了以公司60%的股权 那么这一天我就问你 你能不能控制以公司 能 这一天是不是如果是非同控叫购买日 同控叫合并日 对 我管你购买日合并日 是不是在2021年1月1日这一天开始 你个别报表带能达到控制情况下 是不是用成本法核算 对 准确的说一点 成本法不是号称懒人法吗 一懒是没有民企科目 二懒只有对方分红 我才做分路 然后到了2022年6月3世 我出售了40% 慢点 我原来持股60%是成本法 我现在卖了40%之后 只剩20%了 是不是有可能就丧失控制权了 对 那么站在个别报表的角度来讲 如果你具有重大影响 或者是跟其他投资方一起能实施功能控制 不就从成本法调的权益法吗 那么假如说我要问你剩余的吃果比例还剩多少 还剩20% 您记得不记得 六种转换 三种增资 三种减资 唯一需要追溯调整的就是成本法 转权益法 对 咋追溯 我一会给你解释 先说第一部分 站在个别财务报表的角度来说 我真的出售出去40% 这事您承认吧 比如说借银行增款 我销掉40%的长投 原来是成本法 没有明晰科目 没有特殊的对应科目 长投销掉 如果有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我也对应把40%这部分长投 对应的长期股权投资 减值准备给它交掉 实际我原来持股60% 我卖了40% 是不是我销掉三分之二的 长投销掉三分之二的 长投对应的减值准备 对 倒计投资收益 这个投资收益 一定是个表当中的什么 投资收益 那我能问您一件事吗 将来在个别财务报本中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 还有多少钱 我最初是60%的长投 我在这卖了40%的长投 是不是我还剩20%的长投 对 那么这20%的长投 只能是什么价值 账面价值 好 我就在这个基础上 给它进行追溯调整 但是我们教材写的不讲究 为什么呢 原来我是成文法 我现在是不是要转为权益法 对 实际这20%的长投呀 你应该给我消一下 把这20%的长投 消掉 换成长期股权投资 比如说横杠投资成本 因为我改为权益法 是要有传说中的四个女朋友的 就把你剩余的20%的长投 理解为你初恋 这是第一个明洗科目 好 结束了吗 没有 我就是要以这个20%的长投为基准 我要给它从成文法调整为权益法 从哪开始调 视同为 我真正变成20% 是不是在2022年6月3日 对 但我视同为 我从2021年1月1日就已经是什么了 权益法 我是不是要把这段时间 2021年1月1日到2022年6月3日 我给你补三个女朋友 因为我把这个剩余的20%的长投理解为初恋 理解为第一个女朋友 这段时间的所有者权益变化 我补第二个女朋友 补第三个女朋友 补第四个女朋友 不就是传说中的追溯调整吗 慢点 既然你把这剩余的20%长投理解为是第一个女朋友 我是不是得考虑一下 有利不利差额 对 那么在这种情况跟哪个点考虑 一定是你最初最初取得投资 2021年1月1日 我一定跟那一天的 可变成竞资战的公民价值 乘以20%去比 所以在这 我们是站在原投资师脸上 2021年1月1日 第一个女朋友 是20%的账面价值转成的 转完了之后 她的金额是多少 我作为初始投资成本 我跟2021年1月1日 原投资师典那一天的 可变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也就是用20%的长投 跟那一天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乘以20%去PK 就有可能是有利差额 有可能是不利差额 对吧 如果是不利差额 结论是什么 不调整 那如果是有利差额 本来该写谁啊 营业外收入 也就是说 我代方本来该写营业外收入 但是对不起 我虽然视同为 从2021年1月1日开始调 但时间已经岁月如梭 事况人展 今天就是2022年 站在今年的角度 你2021年1月1日 是不是以前年度 对 损益类项目不能直接写 我们要换成什么 留存收益 10%几盈余公积 90%几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借方长期股权投资 横港投资成本 到这为止 是不是第一个女朋友 就在完事了 对 你剩余的20%没有明晰长投 改成横港投资成本 也比较有利不利差额了 那么第一个女朋友就完事了 咱不第二个女朋友 大家想一下 从这儿得到的教训 如果是以前年度的事 凡事用的损益类科目的 是不是都要换成留存收益 对 那我已经长了这个教训了 是不是站在我眼里 2021年的1月1日到年底 属于以前年度 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6月3日 属于本年度 我这么说你福气吧 对 那么以前年度 我们要写留存收益 本年度正常写损益类 所以在这儿 在你补第二个女朋友的时候 一定要先给我区分清楚 是2021年1月1日到2021年12月31日 以前年度 以前年度 股第二个女朋友 这儿本来该写投资收益 对不起 要换成留存收益 股第二个女朋友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随调整 贷方10%即盈余攻击 90%即利润分配 未分配利润 而且本年度 2022年1月1日到6月3日 它实现的净利润 我就会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随意调整 贷方正常写 慢点 这乘以多少持股比例 20% 因为你只剩20%了 视同为从2021年1月1日 一直到处置当日 全是20% 你才能追求调整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第二笔分路 在这我提示大家一句话 将来如果 我们涉及到净利润的调整 比如说要算调整后的净利润 按照第六章的规矩 因为这是个别报本的账务处理 按第六章的规矩正常做 那么其他的不说了 我想说的是 如果我在当年发放或宣告发放股利 我怎么调 实际我在这给大家简单的说一个说明 假如说我就以本年2022年为例 比如说从2022年1月1日到2022年的6月30 如果被投资代位 是我原来的子公司吧 实现了净利润100万 而我现在知道剩余的股权比例是20% 当年宣告分贝的现金股利 比如说30万 我这以本年度为例 要是以前年度发放股利的原理跟这一样 我们将来可以采用一种简化处理的办法是什么呢 就是在你补第二个女朋友借长期股权投资 随意调整的时候 可以直接用净利润减决发放的股利之后 乘以剩余的持股比例20% 借长投随意调整14 带投资收益14 我为什么这敢带投资收益 我是拿本年举的例子 要是以前年度 这肯定是带盈余攻击 带利润分贝位分贝利润 那为什么可以有这种简化处理的办法 很简单 假如说我把实现净利润跟分红分别考虑 你当年如果被投资单位实现了净利润 是不是我要补第二个女朋友 对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随意调整 100乘以20%的20 带投资收益20 对吧 而分红我是2022年6月30我才卖的 在2022年6月30之前的六个月 我都是什么法 成本法 对方如果分红 在2022年的1月1日到2022年的6月30之间 比如说他4月1日分红 我4月1日我依然持有60% 我肯定个别报表按成本法核算分红 成本法又叫什么 懒人法 一懒是没有明记科目 二懒只有子公司向我分红我才做分路 假如说 我不研究全部了 4月1日我本来持股百分之多少 60 但是我就假如说我就研究剩余这20% 那是不是对方分红30万 如果按成本法核算 我就会借营收股利30万的26% 带投资收益30万的26% 这是成本法 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不对了 视同为从2021年1月1日就采用权益法 那是不是本年的这半年也要按权益法调整 假如说 这30万的20%要按权益法分红 我做的分路是不是借营收股利30万 乘以20%的6万 带长期股权投资6万 对 我这显示的是一个成本法的分红 可是我真正要显示的结果是追溯调整 应该表示成一个权益法的分红 合并报板都说了这么多了 他跟个别报板的账户处理一样 先把这笔分路 假如说他错了 给他写成反项 那我就会写一个 借投资收益6万 带长头6万 再补一个正确的 补一个正确的借投资收益带营收股利 把这笔分路写成反项 再补一个正确的 不就是借营收股利带长头吗 一个带营收股利 一个借营收股利 是不是最终我就反映为借投资收益6万 带长头6万 对那有没有发现 如果借投资收益6万 带长头6万 跟你这笔分路正好是反向的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写着 反正这是100乘以20% 这是30乘以20% 那我就写成100减30乘以20% 可以吗 可以啊 这不就是三不一条的一条吗 你合并报表 要把成本法的分红 改为权益法的分红是一条 我个别报表现在追逐条程 不也是一条吗 所以你就记住 成本法转权益法 它的套路跟我们合并报表的 三不一条一模一样 您就这么一个个写 可以吗 可以 您把这俩给我写成简化的 可以吗 可以 都可以 谁都不敢算你错 错了 我给你找得起 夸张一点 这个内容 我就给大家说的是 实际在这儿 不就等于补了第二个女朋友吗 补第三个女朋友的时候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其他中额收益 带其他中额收益 没有损一类科目 不用区分以前年度和本年 我可以笼统的把前面一年半 2021年一年 2022年半年 把一年半都在这一次性补了 补第四个女朋友 借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变动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您说老师这些分路 你怎么都写成明细科目 您糊涂了 我现在是在个别报表 做账户处理 个别报表 当然要写明细科目 是不是经过三补一条之后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可能就变了 变成多少 最初你卖了40% 你还剩20%的长头 你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对不对 对 然后千万别忘了 如果你的初恋 形成了我们所说的有利差额 你这是不是补了一个横港投资成本 对 所以在这就会加上一个有利差额对应的长头 这是第一个女朋友 加第二个女朋友 你补的长头嘴调整 加第三个女朋友 你补的长头其他综合收益 加第四个女朋友 你补的长头其他权益变度 不就是你追溯调整后的权益法的长头 但是这个长头依然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它依然是个账面价值 我这20%的长头是账面价值 哪怕你进行了三补一条 它依然是一个账面价值的命运 有人说你想说什么 往下数 将来我们可能用到自购买日 开始持续计算的可变人净资产的供应价值 实际就是用购买日可变人净资产供应价值 加调整后的净利润 减去子公司的分红呀 提取盈余攻击 我曾经不止一次跟你说过 子公司提取的盈余攻击 子公司分红是在子公司个别报报完成的 什么都不调 该用哪个数用哪个数 如果子公司还有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权益变动 该加加该减钱 这个我就说完了 那有人说你跟我说了半天 我想知道合并报表怎么处理 您有点太心急了 我先再给你把个别报表的理论跟你说一下 我再跟你说右边的合并报表 好 首先 消掉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我还剩余百分之二十的长头 他依然体现是账面价值 没错 我就是在这个基础上补四个女朋友 第一个女朋友不用补 剩余的百分之二十 直接改名叫有名系的长头横杠投资成本 但是第一个女朋友不是要比较有利不利差额吗 站在原投资师脸2021年1月1日 我就是用你剩余的百分之二十的长头的股权投资成本 跟谁去比 跟你原投资师2021年1月1日 可变成净资产的供领价值乘以百分之二十的份额去比 如果剩余的长头金额大 也就是说出现我们所说的大于这种情况 对不起 是不利差额 不利差额不调整长头 如果投资成本小于应相有被投资单位 可变净资产的供领价值的份额 那是有利差额 不利差额不调整 有利差额怎么做分路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能写带营业外收入 不能 我营业外收入是用流存收益来代记的 但盈余公积 百分之十几盈余公积 百分之九十几利润分配位分配利润 没了 这就是第一个女朋友办事 咱再补第二个女朋友 第二个女朋友是不是涉及到投资收益 对 我一定要区分是以前年度还是本年度 看看他怎么说的 对于原取得投资是2021年1月1日 至处置投资当期期初那不就是2021年12月31日 以前年度 我实现的竞选意 能直接写投资收益 不能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随意调整 但百分之十几盈余公积 百分之九十几利润分配位分配利润 还是调流存收益 您可以在这直接把已宣告发放的股力给它扣掉 也可以在旁边单写个借投资收益 带长头 三补一条的一条可以吧 可以 你个别报表允许我三补一条 合并报表也允许我三补一条 而且这块内容是在个别报表完成的 一定要写名其客户 这是以前年度 再说我们所说的本年度 对于处置投资 当期期初是2022年1月1日 这处置投资当日是2022年6月3日 不第二个女朋友时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随意调整 用被投资单位实现的经历润 乘以百分之二十 带什么投资收益 这叫记住当期随意 只有第二个女朋友需要区分 是以前年度的利润 还是本年度的利润 接着该第几个女朋友 第三个 在被投资单位当中的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借贷方都不会用到 我们所说的随意类科目 直接把一年半的全调了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其他综合收益 带其他综合收益 我是用被投资单位 其他综合收益变动额 乘以剩余的持股比例 百分之二十 第四个 那肯定是调第四个女朋友吧 除净随意 其他中国收益利润分配以外的原因 那不就是其他所有者权益变动吗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其他权益变动 乘以持股比例百分之二十 带资本攻击 其他资本攻击 四个女朋友都调完了吧 对 都调完了依然难逃 账面价值的命运 依然难逃 账面价值的命运 用百分之二十 我当时个别报本 剩下来的长头的账面价值 加上有利查额 补的横杠投资成本 再加上补第二个女朋友 补第三个女朋友 补第四个女朋友 再减击一条 一条的时候是借投资收益 带长头嘛 再带方 所以减去 最后我算出来的是追溯 调整后的 长头 比如说是两千七 依然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那么将来合并报本怎么做 合并报本非常简单 这不是丧空了吗 在2022年6月30日 我问您一件事 站在2022年6月30日角度来说 以前是不是我一直吃过60% 都应该把这乙公司 纳入我假公司的合并范围 对 在这以后 6月30日以后 我只吃过20% 我不会把它纳入合并范围 但我现在就研究这个2022年6月30日这个点 如果我假公司还有其他死公司 比如说丙公司 我可能编合并报表的时候 里边就要有乙公司的痕迹 我管你有什么痕迹 在丧空这一天 我只做两件事 您牢牢的记住 第一件 剩余股权 我要保证它是公允价值 我把2700抓到大白纸上 我刚才强调半天 它依然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对不起 我要在大白纸上 把它折腾成公允价值 美其名曰叫什么 对重新计量 本来应该借银行存款3000是公允价值 带长期股权投资2700账面价值 倒计投资收益300 但现在不对 我没收到钱 把银行增管换成长期股权投资3000 如果你这2700要有对应的其他送额收益 还有对应的资本公积 也给我反向节转 你把2700的长头卖了 不就要把其他送额收益资本公积 反向节转到哪去 投资收益 这两笔分路在哪完成 合并报表在大白纸上完成 别错了 所以在这第一步 丧控的时候 我要保证剩余股权供允价值 重新计量 这话您服气吧 好 那另外 从这个点开始 我已经丧控了 所以我要终止确认少数股东权益 等等账面价值 他不会再产生少数股东权益 我已经丧控了 我不是大股东了 第二件事 我是不是要计算合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啊 对 我说过了 60% 哪怕你只卖了40% 还剩20% 那我问你一件事 40%真的怎么着 真的卖了 我还逗不玩 处置股权 这40%取得的对价 你20%怎么着 我这不抓过20%不承认 我给你重新计量 不就等于也卖了吗 对 加上这20%剩余股权的供允价值 两者之和 减去什么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可变成净资产的供允价值 40%在个别报表承认卖了 20%在合并报表重新计量 承认卖了 我是不是像那把60%全卖了 对 这乘以60% 只要散口永远成义的是总比例 减去 商欲 商欲哪怕我还持股一部分 要把商欲全额下移 商欲是在你控制时形成的 在你上控时 把所有的商欲全部下移 为什么全部下移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 我这商欲是不是对应持股比例就是60% 对呀 40%个别报表承认他卖了 抓到合并报表也承认他卖了 20%合并报表 视为重新计量先卖后买 承认他卖了 那么你等于把60%都卖了吗 当然这要减去商欲 如果减完之后还要有其他总额收益资本攻击 你看这 当时你把两千基抓的大白纸 是不是他已经是权益法了 在你三补一条时 有可能就出现其他总额收益 出现资本攻击 既然你把长头认为是卖了 不就要把它对应的其他总额收益资本攻击反向截转吗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可能导致其他总额收益资本攻击 影响投资收益 那么该说的说完了 我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就算完了 就说你这不等于废话 啥都没说 没有数字 就是大罗申先也跟你说不明白 我们直接看利六杠十七 利六杠十七您就是类吐鞋 也要汇 我再说一遍 利六杠十七您就是类吐鞋 也要汇 我把利六杠十七稍微给改了一下 因为有一个地儿有争议 我把这改成总颂 我们看一下 2057年1月1日 假公司支付600万 取得了乙公司百分之百的股权 有人说这个数字怎么这么演出 没错 前面不上控那道题 我就是拿这道立体改的 后边还有数字 比如说转为金融资产 我也是拿这道题改的 那么首先我如果是非同控制 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的长头 这话您老人家有印象吗 对 投资当日以公司可辨认净资产 公允价值500 你花多少钱 记多少钱 长头这600 是不是就是公允价值 对 是不是就是合并成本 对 我用合并成本减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的 公允价值 乘以持股比例 我算出的商绩不就是100吗 这100在哪呢 在个别报本的长头里边就含着这100 有人说我不信 你只要把购买日底权益的分路写出来 马上的100就出现 如果我问你购买日有几件事 别给我忘了 第一件评估增值 第二件抵权益 假如说评估增值我们忽略了 第二件抵权益时 是不是抵的是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在购买日有一个量不能直接用 叫啥资本工具 我加上评估增值减去评估减值 是不是得到的就是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 对 所以我表面说底调的是子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其实我底调的就是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500 那么另外您这儿不有一个商誉多少100吗 我再问一下 您个别报表的长头是多少 这儿呢都没擦600 您把这600抓在大白纸上 你是不是要抵掉母公司 也就是假公司的长头600呀 为什么没有少数股东权益 我持股100%有什么少数股东权益 购买日的分路平了吗 平了 没问题 那么往下看 2057年1月1日至2058年12月31日 我不怕麻烦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如果你要记得 我们实际上是2059年1月8日出售的 站在我出售当日 前面只有7天 我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我20某7年和20某8年 是不是都应该叫以前年度 两年合计 实现的净利润 是按购买日的公允价值计算 实现的净利润是50 两年合计 实现的其他综合收益是25 是持有的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便能记住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综债 25 我为啥改成综债了 综债的其他综合收益 对方将来是可以转损益 我根据你25确认我的份额 我将来再把长头卖 我不也可以转省一吗 好 那么说到这 您能告诉我一件事吗 什么事 自购买日开始 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是多少 您一定要给我先找到购买日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500 加手 以前两年实现的调整后的净利润50 这个调整后净利润咋算 连这个都不会了 第一步评估增值 第二步后续变得 第三步就是调整后的净利润 这50就是这么算出来的 他只不过现在把前面的过程都给你省略了 直接告诉你实现的净利润50 然后加上其他综合收益增加25 是不是自购买日开始 也就是如果忽略 2019年1月1日到8日中间这几天 相当于在这个点 我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就是575 先说到这 2019年1月8日 我一直在强调这是年初 说明某期是以前年度 某80亿千年度 假公司转让 以公司60%的股权 收取现金480 魂不利 啥意思 我100%卖了 60% 我是不是消掉60%的长头 600的60% 我是不是应该消掉360的长头 我先把你出售60%的股权 给你体现出借银行通管480 带长头是600的60% 或者你高达上的给我写成600万 我卖了百分之百分之 百分之六十不还是360吗 没区别 那么最后倒挤出投资收益是120 这就是个别报表的投资收益120万 您听好了 多说一句话 将来你个别报表的投资收益120万 未必是我合并报表承认的投资收益 将来我要算出我合并报表承认的投资收益 我们这道题是150 我还告诉你怎么算 中间会有好几笔分路 有人说你前面不都说分路不要就掌握 不丧空的 我不要经济掌握 丧空的 您老人家必须给我掌握住 也就是教材这道立体 你就是类吐鞋 要给我会做 这是个别报表 别着急 我问你一件事 截止到现在为止 您告诉我 您的长期股权投资还有多少 不一共是600万 这儿销掉了360万 还有多少 240万 我原来持股100%用什么法 成本法 可是我现在已经知道要用权益法了 这240万所占的比例是40% 别错了 我们教材不讲究 真正要讲究的 是不是我首先应该把没有明细的长期股权投资 240万 换成有明细的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240万 您考试时最好把这笔分路给我写上 将来我们就是在240万的基础上往下一步步的三步一条 调出来的 那既然都已经讲到这儿了 我们就进行追溯调整 不就是三步一条吗 好 咱们第一个女朋友为难咱们的地方是什么 比较有利不利差额 我最早持有的股权是20某七年月一日 我就想一下站在20某七年月一日给个专业数据 源投资识点 我到底是有利差额还是不利差额 源投资识点 可编人净资产公允价值是500 我剩余股权的持股比例 百分之四十 是不是500万的百分之四十是200万呀 对 剩余部分的唐旗股权投资240万 跟源投资时 也就是20某七年月一日可编人净资产的公允价值500万的 百分之四十算出的份额 我视同为从20某七年月一日就采用权益法吗 我花240万买了个价值200万的股权 您说我吃亏了是占便宜了 吃亏了 吃亏了视同为购买商欲 结论是不调整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 到这儿您扶起吧 好 第一个女朋友 偶我 白吃 赃布第二个女朋友 站在第二个女朋友的角度 是不是她以前年度累计实现净利润50万 对 站在2019年1月8日出售股权那天 某七是以前年度 某八也是以前年度 对吧 所以我的投资收益是不能写了 都要换成什么 留存收益 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随意调整 用的是调整后的净利润50万 乘以我剩余的持股比例 40%得20万 因为这些分路是在个别报本上完成 你要写明细客户 代方本来应该写20万不对 站在处置当日 我某七是以前年度 某八是以前年度 只能用留存收益代替投资收益 20万的10% 2万即盈余攻击 20万的90% 18万即利润分配未分配利润 我这些分路是在个别报本上完成的 所以要写会计科目 这是补第二个女朋友 如果有分红 是不是还得写一个借投资收益 这回如果是以前年度分红 只能写借留存收益代长投 没错吧 现在没有分红 不第三个女朋友 第三个女朋友是25万乘以剩余的持股比例 40%借长期股权投资横杠 其他综合收益10万 代方其他综合收益10万 不第四个女朋友 没有 到这为止 我问你 你的长期股权投资还有多少钱 是不是貌似咱们只有三个女朋友 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投资成本 不知道您老人家记得不 是240万 您忘了给您往前翻一下 在这 横杠损益调整是多少 长期股权投资横杠损益调整 是20万 在这 横杠其他综合收益 是10万 都写完了 我没有传说中的第四个女朋友 我的长期股权投资是270万 对不起 这270万 依然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依然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好 个别报表说法 我们说合并财务报表 我今天换个讲法 我不特急于给大家讲 那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可以吧 首先你个别报表还有什么 有人说啥意思 个别报表调整后的长头是270 你服气吧 对 个别报表占有个其他综合收益 10万你服气吧 好 那么大家想一下 我合并报表当中的数据 是不是有一部分来自于个别财务报表 对 那我个别财务报表经过三补一条之后的长头是270万 他依然难逃什么命运 账面价值的命运 难逃账面价值的命运 而且个别报表我追溯调整的只是 剩余的40%这部分对不对 对 而且我随着270还抓过一个贷其他综合收益10万 如果有第四个女朋友 我是不是还抓过一个资本公鸡呀 对 现在没有 那我还抓过了一个贷其他综合收益10万 问题来了 是不是在我们现在2059年1月8日我丧控了 对 丧控两件事一个都不能丢 第一件事是什么 我要把剩余的股权表示为丧控日的公允价值 可是我真正剩余的股权就是这40% 我真正剩余的股权就是这40% 270账面价值 咱们往后看 他告诉你转让后 假公司对乙公司吃过比例为40% 能够对其施加重大影响 2059年1月8日 假公司丧失对乙公司的控制权日 乙公司剩余40%股权的公允价值是320 他告诉我了 其实很简单 60%价值480 那40%按比例是一算 480除以60%等于X除以40% 不就能推出RX除以320吗 假定嘉义公司提取盈余公积的比例是10% 假定公司未分贝现金股利 不考虑其他因素 那我抓过来的依然是账面价值270 可是你大白只承认的是什么价值 供允价值 您不是保证胜与股权 按上空日的供允价值重新计量吗 你告诉我2019年1月8日的供允价值不就是散空日的供允价值吗 我就要对这个剩余股权 按散空日的供允价值重新计量 其实就在研究这270 那我要研究这270 是不是就应该借长期股权投资 本来这应该写借银行存款 供允价值320 从个别报报抓过一个账面价值270 我销掉贷长期股权投资270 到底投资收益50 可是我没得到钱 最后把银行存款换成长期股权投资320 结束了吗 没有 实际上还要把其他综合收益的10万也反应接转 我最后一会再给大家说 我就先写完这笔分路 那么这笔分路在哪做 在大白纸上做 第一项任务就完成了 第二项任务是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如果你非得特别着急 我们可以先把这个10万给他怎么着 先把这10万给他反向接转 比如说 您不是把270卖了吗 对 那我这270要卖了是不是带方的其他综合收益就应该反向接转到借方 对 我先给你写在这儿行吧 这儿就可能有一个借其他综合收益10万 带投资收益10万 这是我抓过的40% 因为没有长头了 其他综合收益也要反向接转 到这您服气吗 好 没问题 然后 咱们接着往后看 我还有一件事 不是要计算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吗 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怎么算 首先我问您一件事 60%是不是卖了 是 真卖了吗 真卖了 在哪张表承认 个别报表 我抓的合并报表是不是也承认这60%卖了 您卖这60%的时候 您收到的这价是480 而这40% 也就是你抓过这270万 因为你要让他反映为公允价值 是不是在这也试弄他卖了 对 那这如果要是没有替换值钱 是不是借银行充管320 对 那我把剩余股权的公允价值320 480加320 理解为总价款 只要你丧空了 只要你丧空了 就是把卖了的对价 加剩余的公允价值之和 这是你一共收到的总钱数 跟谁去比 在这张大白纸承认的不是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吗 自购买日开始持续计算的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我已经给你算出是575 那是不是相当于就是减去575 对 因为我60%在个别报本承认卖了 合并报本也承认 40%重新计量在合并报本也认为卖了 是不是相当于我卖了100%的股权 对 在这要把商欲一次性减掉 还用成一吃果比例吗 不用 为什么 当时您算商欲的时候 您是不是已经承完100%了 我现在60%真的卖了 40%重新计量是市同为卖了 那不等于全卖了吗 全卖了 我当然要把商欲全额从这减掉 我这要减去100万 最后我算出来的一个数是125 有人说这就是合并报本层面的投资收益 还真不是 我再说一遍 商欲这不用成吃果比例 因为你算商欲是已经成过吃果比例了 这是125 咱们不是说了吗 大白纸上如果还要有其他综合收益 还要有我们所谓的资本公积 也要反向接转 您跟原子公司有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25 当你把子公司卖了时候 这25在你的合并报表就特别眨眼 这是你最后一次跟子公司编合并报表 就要把这25乘以100%反向接转 那要反向接转 原来是带其他综合收益 反向接转的借方借其他综合收益 你告诉我带什么 带投资收益 带投资收益就会使投资收益增加25 所以合并报表层面承认的投资收益是150 我个别报表抓过的投资收益是120 我怎么能通过分路最后给它变化成150呢 这是后话 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您老人家必须回算 那么实际上有人说 老师你说这25万有点坚强 没错 我后边给你展示分路 往下说 大家想一下 站在我合并财务报表的角度来说 慢点说 我是不是从个别报表抓过一个40%的长头 这270万已经是三不一条之后的长头 对吧 对 我抓过了还没承认 我还反映为公民价值了 那大家有没有发现 站在2019年1月8日之前 我某期某把两年都应该是什么 持股百分之百 您合并报表给我弄丢了60%这部分长头 那有人说这不卖了吗 对 个别报表确实卖了 但是在合并报表上不丧控的情况下 我曾经给大家说过 我确实某七年持股比例就是百分之百 我确实某八年的持股比例也是百分之百 那你要把这已经卖了这百分之六十的长头 还要在合并报表上也要给我进行三不一条 凭什么 凭我某七年就是百分之百 某八年就是百分之百 而你现在站在2019年1月8日角度 是在这往后我只剩百分之四十 在这往前我就是百分之百 在这 我就是百分之百 个别报表卖了就是卖了 但合并报表是不是要把这三不一条给它反映了 那么最终你的合并报表反映的持股比例还是多少 百分之百的 我再给您捋一下顺序 个别报表是按百分之四十的三不一条 这百分之四十三不一条 抓在大白纸上就抓过来二百七十万 我不承认 我变成了三百二 是不是我要在大白上凭空 在大白纸上凭空 再给它进行三不一条呀 对 所以百分之四十的三不一条是在个别报表完成 百分之六十的三不一条在合并报表完成 有区别哦 你个别报表的三不一条 将来不也抓到我大白纸上吗 等于我大白纸体现了百分之百的三不一条 今年我把讲义这改了一下 为了给大家做个对比 大家看一下这 这些是你个别报表进行的三不一条 能听懂吗 个别报表进行三不一条 将来这一部分数是不是随着二百七就抓到大白纸上了 对 我为了对比一下 我今年把讲义调了一下 我把这百分之四十的三不一条呀 给你写在左边 给你写在左边 能听懂吗 这是前面已经在个别报表调过的 我合并报表是不是现在只条 已经卖了那百分之六十 规矩是什么 凡是该写长头的地方是不是用投资收益代替 因为我百分之六十卖了已经转了投资收益 那么大家想一下 对方实现净利润五十万 我这儿是不是如果我要调已经卖了这百分之六十 我是不是应该五十万乘以百分之六十的三十万 对 不能写长头 因为这百分之六十已经卖了 我允许你在大白纸上三不一条 是因为站在二零某九年一月八日的角度 我某七某八确实是估百分之百 你在个别报表三不一条的百分之四十 我在合并报表再补一个百分之六十的三不一条 才是完美的 这儿要用投资收益代替长头三十 代方 盈余攻击三十万的百分之十三万 然后为分配利润三十万的百分之九十二十七万 就是这儿略微有点争议 有人觉得我是在大白纸上进行三不一条 而我的提取盈余攻击都是在个别报表上完成 我个别报表提了多少你显示多少 所以有人认为这儿不应该出现盈余攻击 直接被分配利润三十万 那有人就说考试师写哪个算对 好像貌似都算对了 而且我们中路写给答案的时候 有时也给盈余攻击 你就别纠结了 懂了吗 把这俩百分之十百分之九十 这是补的第二个女朋友 补第三个女朋友 不还有个其他综合收益 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替了长头 二十五万的百分之六十十五万 带其他综合收益十五万 慢点 你记得不记得当时的百分之四十 从个别报报抓回来 因为我重新计量时 把这百分之四十对应的 其他综合收益就已经给它反向了 对 那现在这又有一个带其他综合收益 这是百分之六十的 是不是 虽然它是在大白纸形成的 我也要借其他综合收益十五万 还是给它反向 因为你确实在合并报本 我承认你把百分之百都卖了 就是我先虚你成百分之百 但是在合并报本 我最后再调 这不就有一个借其他综合收益十五 带投资收益十五吗 这是百分之四十的 我不怕麻烦 我给你往前翻一下 当时你抓过二百七亿的时候 你就抓过一个带其他综合收益十万 因为你把二百七 给我在这重新计量了 所以你在后边就把这十万 反向写在借方带投资收益 而现在你补这百分之六十的三不一条 这又出现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十五万 因为卖了 我就要把这一部分其他综合收益 反向给它写成借方 借其他综合收益十五万 带投资收益十五万 这俩您可以给我写成一笔分路吗 可以啊 那不就是二十五吗 借其他综合收益二十五 带投资收益二十五 好了 写到这儿 这儿不有个带投资收益二十五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与子公司相关的其他综合收益 二十五万乘以百分之百反向接转 因为我做了一个借其他综合收益 带投资收益 所以这儿加上二十五万 就这么来的 写完了之后 其实就已经完事了 这道题就已经完事了 但是大家会发现 我们教材不是这么写的 这不是应该写的这儿就全部完事了 能听懂吗 应该写的这儿就全部完事了 因为左边是在个别报表是完成的 这60%的三不一条是在合并报表完成的 但是我们教材把上本两笔分录合并成了一笔 不合并行不行 行 他把这俩合并成 所以你最后看出来就是借其他综合收益十万 带投资收益十万 我不建议大家这么写 我不建议 您就规规矩矩把40%在个别报表给我追溯调整了 规规矩矩把60%在合并报表给我追溯调整了 最后最后把其他综合收益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没了 这道题就讲完了 但我欠大家一个交代 什么交代 你不是告诉我个别报表抓过来的一个投资收益是120吗 您不是已经算出合并报表的投资收益150吗 我就想见证一件神奇的时刻 你怎么从120经过你的三寸不烂直车瞎折腾变成150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你个别报表 首先你个别报表抓过来的是什么 抓过来的是120 这个事你承认吧 好 这120怎么能变成150 看着我给你演示 这些没有投资收益吧 对 有没有发现这有个带投资收益 带投资收益 这笔分路是重新挤凉的分路 在大白纸上完成 它一定影响大白纸的投资收益 能听懂吗 它一定影响大白纸的投资收益 120加50的多少 170 170再往后说 这些分路里边有投资收益吗 有 这有一个投资收益30 在借放 170减30还剩多少 140 这有个投资收益15 140减15剩多少 125 这有一个带房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的带房表示增加 加25 125加25的多少 150 这就是大白纸上的投资收益的由来 150 算的时候 正常算 但是真正我们是通过分路 一步一步来的 不要按照书上的分路写 你说我就要按照书上分路写 我觉得这俩分路写的一起更容易 可以 那有人说这俩分路写的一起 我写这一笔分路合并报本的投资收益 还是150 肯定是 它不可能出现偏差的 到这为止 我们成本法转权益法的内容 就给大家说完了 因为在第六章 长期股权投资与合影安排 我没有讲成本法转权益法 所以在这我把成本法转权益法 给你展示了 所谓的成本法转权益法 就在个别报本三不一条 而我合并报本把卖了那百分之六十 也要三不一条 只不过有长头的地方我换成了投资收益而已 别的都是规规矩矩的来 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这样 看一下这张图 这不是个别报本三不一条 抓到大白纸上 我不承认 还重新几两 把这个其他综合收益往后就别着急了 抓过的十万 跟你在白纸上补的是五万 一块给它反向转到投资收益里边去 只要不承认长头 就不承认随着它抓过来的其他综合收益 百分之六十是在大白纸上三不一条 这道题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利六杠十七 您就是类吐鞋 也必须会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高达上的著作怪识师们 这样的题目是您百分之百一定要会的内容 著作怪识师考试考这样的题 很轻松 所以必须给我会 既要汇算合并报表层面的投资收益 又要给我会重新解量 还要会个别报表的追溯调整 那么讲的这第一部分 主动处置导致转换 我就给大家讲完了 那这一讲我就讲的这 大家辛苦了 谢谢大家 再见